- 舒服舒服- 舒服- 舒服- 應該不夠我們吃的 - 紅豆乳字- 乳字是夠紅豆的嘛- 是那個冰火之間 - 感覺很飽- 感覺很飽- 哈嘍 我是文定 - 不知道有沒有同樣都很喜歡吃甜食的呢? - 開心沒有吃? 不開心沒有吃? - 你戴的時候就更加想吃- 所以今天呢 - 我就要帶大家去吃甜品! - 不過開始之前呢有個特別的環節- 就是廣告時間! - 很厲害! - 我們經常都機不離手 - 基本上每秒鐘都在上網- 所以網絡安全就非常重要 - 有時我上網賣東西要填很多個人資料- 都很擔心資料會不會外洩 - 前一陣子就試用了一個叫Surfshark的VPN - 用了一陣子,覺得很容易上手- 無論你是Windows、Android還是iOS都可以用到的 - 他們有超過三千個的服務器- 包括你會選到一個來深水的國家 - 那最最最最最正的是什麼? - 就是我們平時上網看是否會有些電影- 受到地區的限制- 看不到的? - 只要你用了VPN就可以- 沒受這個地區限制的人體電影- 啦! - 雖然Surfshark的VPN是沒有免費使用的- 不過他們就有30日的退款保證- 即是說如果你用了覺得不適合用的話- 就可以退回一些錢-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在這個網址購買- 我稍後會回到INBO- 了- 還有入屋的code- - 就可以享有一七節- 沒錯你沒聽錯是一七節- 還可以額外享有三個月的免費期限- 廣告買完非常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行程- 了! - 第一間我就帶大家來這間cafe- 它的甜品有很多特色- 天啊! - 而且是它熱的- 即是熱辣辣辣- 它是一個brownie上面的雪糕- 哇- 看看是炸炸炸的- 其實有一點熱的- 而且是這個- 他剛才說是甜的- 醬的奶- 是不是很熱嗎- 沒炸炸出來的- 有啊有啊有- 看看- 也有的- 看看- 也有的- - 它這個brownie呢- 好吃- 它是很軟熟的- 即是偏向蛋糕那些- 熱辣辣辣粒粒的- 還有中間有些杏仁粒- 最特別的感覺是- 在那個冰火之間的感覺- 即是你吃到雪糕很冷- 接著你加上brownie就很熱- 即是好像冰火菠蘭包那樣- 它就是冰火brownie- 火人粒- 啊! - 但到了中間呢- 這個brownie呢- 有一點點韌韌的感覺- 但我喜歡吃甜的- 所以我很喜歡吃brownie- 我剛才一陣子要天天都吃很多甜的東西- 我都擔心自己是不是患了這個- 特別是甜的- 它中間好像有些- 好像曲奇粒的東西- 啊! - 吃下去就會嘩嘩的感覺- 很好玩啊- 但大家千萬千萬千萬快快脆脆打完卡- 就很軟下去了- 剛才呢- 我都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剛上了不久呢- 店員就問我- 夠不夠熱啊- 是不是不夠熱啊- 這樣- 很nice地問我- 但又不是了- 很熱啊- 摸下去- 原來應該是要超熱- 這樣倒下去- 可能會有一點點大大的感覺- - 那我下次會再來- 今次不拍片- 不打卡的- 我就可以一來- 我就倒下去就吃- 好耶- 下一間- 我就來到這間- 小店- 它叫AMPM- 令我很想唱一首- 2AM 還是 3AM 的歌- 不忘了 這個我一看到我就很想吃 因為有一些柔柔的漆的 哇 來了 我們這個是多士 兩塊 剛才姐姐說 其實一塊都很大塊的 但我看一看 其實應該不夠我們吃 所以大了兩塊 其實可能她是妹妹 我小姐姐 不好意思 謝謝 哇 又有了 這個就是梳乎里了 梳乎梳乎 我這次是選了三塊 因為三塊比較便宜 兩塊是50元 三塊是55元 一塊是28元 懂得選三塊 妹妹剛才說 哎呀 這麼小塊而已 這麼小的 然後我想 這麼小塊 應該 而且這麼好吃 應該不夠吃 但我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她每塊這麼厚的 就是這麼厚 我怕我吃不完這個 但是她不是脆的 不要期望她是脆的 可能她的邊會脆脆的 因為她淋了雪糕 也不是脆的 所以她就不是脆的 她的蛋漿是這麼厚的 我是這麼厚的 我是喜歡吃她的焦糖 但是她也挺飽的 HIGH RUNNING MAN也來過吃 她的藍色雪糕很漂亮 她的藍色是因為她加了一些碟豆花 很香牛奶味 因為這些 北海道3.6牛乳都是這麼好吃的 很香牛奶味 我會點的是特龍朱古力 而且她好像很飽 高負了自己 女生吃甜不在另一個位置 在另一個位置 吃不完 很軟 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也算很軟 而且椒菇是很香的 我覺得 美麗也不錯 雖然不是說超 超棒的 味道不過不失 我就給她中相 雖然我幻想會是好吃 但照片好像好吃 最重要的是 我是喜歡去這裡的間調 很有感覺 好像可以讓人休息放鬆 放鬆一下 我希望我也有機會可以開一間 我又想開了 我看到什麼就說想開什麼 好飽 不留一段 這次教訓我們 不要貪便宜 不要貪便宜 小吃多滋味 很滿足 我跟著我可不可以再吃多一間呢 看現在幾個隔節 我照不照這個環境 早上我穿得漂亮一點 因為我來了一個咖啡 是樓上咖啡 一進來 哇 很滑 而且很舒服 整個感覺 這個舒服的環境 真的令人開心一點 我選這間 因為我上網看到它的特色飲品 原來我給了這個吸引了的 這個 看看 感覺是富士山造型的一杯飲品 它是紅豆 還有抹茶 紅豆 魚字 魚字是夠紅豆的 是嗎? Sorry 魚字 抹茶紅豆 我覺得它很漂亮 一層層漸變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富士山 我上次去富士山 看不到它整個山 因為有魂 看不到它的頂 但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最後機會去了 有另一個很漂亮的飲品 就是這個 藍色的梳打 這個是金檸檬梳打 不知道它是不是用了 用了金檸檬梳打 是蝶豆花 是蝶豆花做的 雖然都很像 但它很漂亮 晶瑩剔透 而且它的杯子很有格調 這個是 1 2 3 4 5 6 7 8 八邊形的杯子 現在這個階段 我懶得啾紅豆 但是它這個的特色飲品 很漂亮 怎麼可以不喝呢 我不是要這樣放進去 我有一點點不忍心破壞它 因為我覺得配這個飲品 就有一點點 破壞了 粉味 一喝就很香奶味 我試試拌一拌 是很香茶味 那個魚子抹茶的味道 而且我看它是有一個有機飲食的 但是我喝不到它的紅豆 為什麼 要不要拌勻它才可以 因為我不是很能喝到紅豆 它的紅豆是偏甜一點的 因為它的抹茶是很香的 因為它的抹茶是很香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它混合在一起 那個甜度就剛剛好 好像很少是可以喝的 魚子 對嗎 所以這個也算是挺有特色的 這個很好喝 因為這個很新鮮 它的檸檬很香 它有些 好像檸檬的柚子 粒粒在底 但是它不是那麼酸的 就是它的檸檬醬 應該是檸檬糖醬 也挺像的 所以最後 其實真的都是混合在一起 這兩杯我都超級喜歡 如果你味道的話 我就比較喜歡這杯 因為我喜歡一些比較新鮮 但這杯也不差 還有這杯 很有日本的感覺 這間咖啡廳 不是很有格調嗎 而且呢 它的corner 位置 放了一個韓星的corner 我可能不可以合作在宣傳 我繼續享受 這樣會不會喝得優雅 哇 紅豆堆在底 好了 那我今天的甜食的行程就到這裡了 那吃甜食我都覺得令我很愉快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 希望我選擇這三間的特色甜品 大家都喜歡 有興趣也可以來試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留言 你可以推介我一些餐廳 或者健康吃一些很特色的食物 好了 今天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我的紅豆 我已經在這裡了 我剛才一直都住不到的紅豆 你看 通常喝紅豆壁牙 或者吃紅豆都是這樣的狀況 但我最怕是這樣的狀況 因為你呢 如果最後吃紅豆會不會黏牙 我現在很努力吃完 我這個是堆umer的 好啦 這樣呢 然後我要說什麼 先看看 雖然呢 Chef... Charlotte 雖然呢 Chef社 Ari... 吃得好 哇 你